字幕提供 林二朗,你講到自己好像很聰明 說人家Spin Doctor不行 我沒說過人家不行 一是劉世良我不認識他 所以我不怕得罪他 第二是河安大學認識他 所以我不怕得罪他 好,我現在當你是真特首 高薪聘請了你做他的Spin Doctor 就六四事件你會怎樣教他 應該怎樣回答 他先請了我 他不請我,為何會過了給他 我沒有錯數 現在當面試考試題目 我就會回答 立法局議員問你個人意見 你不是說在立法局裏 我的個人意見 就不適合回答 不過我個人意見 就和香港大部分市民的意見 都不會有太大的衝突 那我回答完了 一句留下下一句說 都對的 其實如果再有一點補充的話 如果你說我和香港人 大部分人都沒有什麼分別 就是什麼呢 就是在20年前我心 看著螢光幕的鏡頭 我很痛 到現在我還是這麼痛 這個就是賣感受 賣感受 就是當你自己個人感覺 說出來的時候 我沒有說是非對錯 我只是說20年前的我 我和今天我的感覺是沒有變的 沒有 你只是說20年前你很痛 你20年後不痛就行了 你不要說 20年前未做特首很痛 見到20年後我做了特首之後 開始沒有那麼痛 不過呢 真是很公平地說 事實上 吳靠儀立法會議員 是看這個問題是不合適的 是 為什麼不合適呢 因為吳靠儀的問題 本身是有問題 就是說 你問一個特首 他個人的意見的話 喂 特首怎麼會回答你個人意見呢 那第一 問那個傻 答那個還傻 對 問傻 為什麼你會回答他 就是特首已經不懂得 在這個問題上 你現在問我個人意見的時候 我不可以給我個人意見 因為為什麼 我所說的東西 全部是代表什麼 不是代表香港 不是代表香港政府 是 一代表香港政府的時候 我就不可以有個人意見 是 所以其實呢 很容易就已經把這個問題打發了 其實在這個議事廳裡面 你不能夠在一個特首說 我個人意見 如果你問特首個人意見 特首說 我就疑得你這班傻子不在 你 這是一個真心話 對 真心話 你這樣說呢 我也不敢擔保 特首呢 如果再被人了興一點 他真的會說出真心話 我是覺得你們不應該看到 因為你看到的 他每一次的組織模式都是 他好像一個被program了 就是說每次你一瞭瞭他的時候 他就會說真心話 對 如果你是一個spin doctor 現在主子的EQ那麼低 那你怎麼搞呢 除了說平日可以撥他 練他 又不肯讓他撥 又不肯讓他練 你又是瘦身的 那怎麼搞呢 基本上第一 我沒有可能成為真特首的 這個spin doctor 這個spin doctor 對 如果不是我們在這裡說 幹嘛呢 你傻子在裡面說 我沒有可能成為他的spin doctor 不過第二 如果我真的是他的spin doctor 我就會辭職 為什麼呢 因為為什麼呢 你不捱了幾個 金融海嘯那麼差 捱了 算了 罵就是你的主子被人罵 你在後面沒有被人罵 多開心 因為你發覺原來主子的IQ和EQ 是低到匪夷所思 匪夷所思的意思就是 你基本上死靜 不能教 所以聖經說得很對 如果一個做皇帝的人 他身邊有些叫謀事 即是謀事多 而且你又聽謀事意見 那國家會輕旺 但如果你真的沒有謀事 又或者有謀事 你不聽他講 這就死靜 這個情況我覺得有少少 雖然你覺得不怕得罪 劉世良和何安達 其實我沒有得罪他們 曾蔭權這個個案裡面 我發覺任何spin doctor 應該都可以說 無能為力 無藥可救 你可以看到 我覺得曾蔭權是有modal answer 但是他會超出了modal answer 或者應該說 作為一個spin doctor 會希望可以為客戶做一些所謂的操演 我相信 spin doctor提出操演這個要求 可能都會被否決 你想想如果我是曾蔭權 而按曾蔭權過去的性格表達出來的時候 他是一個叫做自視過高 但是又沒有那個相應的才能 我覺得他很有機會拒絕任何操演 但是這次已經好一點了 起碼第一他肯出來補獲 很肯定那兩個人都給了意見 你出去補不行 會死的 都肯聽那兩個人的意見走出來補獲 這個補獲的句話雖然大家知道 都是 都是 啊 你相信 不過去回之前我們問的問題 如果我是曾蔭權的spin doctor 我會怎樣 我如果是你的spin doctor 我會提議你 不如大膽一點 有些勇氣 因為你已經是第二屆 你不可能是第三屆 第二 就是說 根本現在中國的政權當中 李鵬那一代已經開始慢慢爭 現在就叫做胡溫 胡溫都快下台了 不知道第四還是第五 我都忘記了 所以呢 六四事件已經再不是那個 就是中央不能touch的一個痛處 所以我贊成一樣 這個是遲早要處理的問題 既然如此 你何不不倒一鋪大的 你自己講的嘛 你自己講的 我上到這個特首的位置 我會跟香港人倒一鋪大的 你就倒一鋪大的 將你 即是六四事件大是大非的問題 說出來 還有他跟胡溫的年齡差不多 近磅大家要一起下台了 差不多 所以你不會輸得去哪裏 對 如果我是spin doctor 我會教他 其實剛才我是老花 看錯了稿 所以我都應該退休了 哈哈哈 我覺得他真的太太 了 摆住了